据台媒报道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徐洪廷12号宣布将投入党内2024民代初选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回应称 目前国民党全党正在拼嘉义市长选举与台北市南投县的民代补选 接下来就会讨论相关提名机制 徐巧新表示 他在初选中将遇到现任中国国民党民代费洪泰 但这不是两人间的竞争 而是对他自己的挑战 他相信今年会有很多新面孔 去挑战初选 因为国民党到了一个世代快速交替的时候 对此费洪泰在台立法机构受访时表示 此刻对于徐巧新要讲什么统统都尊重 他也会继续争取选民的支持 徐洪廷则表示 他在2020年就曾建议国民党内世代结构要符合社会结构 也曾挑战过 面对2024选举 他没有理由缺席 徐洪廷认为 年轻世代进入到台立法机构 可以增加党团监督制衡的战斗力 徐洪廷参选将挑战现任国民党民代赖世宝 对于党内有年轻世代表态要争取2024提名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2号表示 目前国民党全党全心全意 都在努力嘉义市长选举 与台北市南投县的补选 接下来就会讨论相关机制 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划 但国民党希望一代比一代更强 年轻世代越来越好